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家父姐姐 你叫什麼名字呢 很開心在這裡見到你 我們要開始課堂了 讓我們一起去唱《上課鳥》 上課鳥 上課鳥 終聲響了 手牽手笑一笑開始上學了 上課鳥 上課鳥 終聲響了 手牽手笑一笑開始上學了 小故事帶到來 熱心在人的德德 德德是一個熱心在人的小朋友 例如他會幫老師手拿東西 又會幫媽媽一起摺衣服 很多人都稱讚他是一個乖孩子 今天 在他等升降機回家的時候 他見到有個伯伯進來大廈 慢慢走 走到樓梯口 準備上樓梯 德德德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伯伯有升降機都不搭呢 於是 德德就走過去 跟伯伯說 伯伯 為什麼你不搭升降機 要走樓梯呢 這邊有升降機啊 不如我扶著你過去吧 伯伯就回答了 呵呵 小朋友 多謝你這麼關心我啊 不過 我是故意不搭升降機的 因為 我想走走走樓梯 鍛鍊一下身體嘛 德德 望向伯伯 雖然有點不明白 但就自己去了搭升降機了 回到家 德德 德德見到媽媽在煮菜 就問媽媽有沒有東西要幫忙 媽媽就說了 我在這裡炒菜 好快有得吃的啦 我都懂得炒的 我幫你呀 於是媽媽媽 於是媽媽就把鍋鏟交給德德 轉身去了雪櫃裡拿東西 德德炒了幾下 看見到桌上面 有些調味料在那裡 心想 媽媽放這個在那裡 一定是因為菜不夠味了 我看平時 媽媽都是炒完幾下就會落 好 等我去幫忙媽媽 讓她不要太忙了 媽媽拿完東西 看見德德德在下調味料 下菜 就說了 嘩嘩嘩 等等先 德德德 你知不知道這些是什麼來的 嘩 我看你平時都是炒幾下就會落 所以我就幫你 德德 你熱心幫媽媽手這件是好事 但是這些是鹽啊 每次只會落少少的 你沒有試味 不停地落 那些菜就會咸到吃不到的了 德德德聽到 覺得好不好意思 他也明白 原來幫人之前 要先問清楚別人的需要 如果不是 幫忙就變成壞事的了 我也讓心情 家父姐姐 遊學團 咦!這一種是什麼植物來的呢 嗯 可以找一下資料先 猪龙草 是指能够捕食昆虫的植物 全世界大约有120种这一类的植物 主要生活在热带亚洲地区 和潮湿的热带雨林里 一般的植物 需要透过水和太阳 制造养分生长 但是猪龙草拥有独特的方法 吸取营养 就是利用这个暴虫龙了 暴虫龙是圆筒形的 下半部通常大一点 因为形状像一个猪龙 所以又称为猪龙草 这种的植物 也都称为食虫植物 因为它能够通过捕竹 和消化昆虫 获取营养 猪龙草 一般在4至11月都会开花 花多数是红色 或者纸红色 猪龙草的结构 猪龙草的结构 大致可以分为叶柄 叶身 和卷酥 卷酥的尾部很大 而且反卷 形成一个糊状 就可以用来捕食昆虫 猪龙草通过笼盖之下 所分泌 好像蜜糖一样 又香又甜的汁液 去引有昆虫 昆虫因为想吃这些蜜糖 就会自己进去捕虫龙 笼盖虽然不会合上 但是因为捕虫龙里面 周围都很光滑 昆虫很容易滑入笼里面 但是就很难爬出来 捕虫龙里面 再有酸的消化液 会将跌了入去的昆虫 慢慢消化 变成自己的食物 掉入笼里面的昆虫 多数都是蚂蚁 都有一些会飞的昆虫 例如乌鹰 蜘蛛 蜥蜀等等 因为猪龙草的外形特别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种植的 通常人们会在室内摆放盆栽 或者吊盘去观赏 或者吊盘去观赏 以植物汁液为食物的男性蚊 以植物汁液为食物的男性蚊 香港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 都是很适合猪龙草的生长 所以在新界和大嶼山 都会找到这种植物 猪龙草懂得分泌一些 很香的汁液出来 有捕昆虫 令到它们成为自己的食物 猜不到原来植物都懂得捕猎 跟着家父姐姐游客团 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不如起床快点动下 准备了 青花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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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深呼吸一下 耶 耶 面 human 飞跳跳跳跳 今天 autumn 回答 在再跳多次首歌之前 讓我們一起來做一次拍子體操吧 音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踢踢左脚 踢踢右脚 扭下腰 扭下腰 跳啊跳啊上去 似一只青蛙 扭下腰 扭下腰 转转身体 转转转 望向左 望向右 跳啊跳啊青蛙 跳跳跳 再深呼吸一下 Yeah! 踢踢左脚 踢踢右脚 扭下腰 扭下腰 跳啊跳啊上去 似一只青蛙 扭下腰 扭下腰 转转身体 转转转 望向左 望向右 跳啊跳啊青蛙 跳啊青蛙 扭下腰 扭下腰 跳啊跳啊跳啊 似一只青蛙 扭下腰 扭下腰 转转身体 转转转 望向左 望向右 跳啊跳啊青蛙 跳跳跳 再深呼吸一下 Yeah! 小朋友 你听过这首歌未呀 今日的音乐斗知识 主角就是他啦 我和大家一起唱一次啦 我和大家一起唱一次啦 Brother John Brother John 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 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 Ding ding dong Ding ding dong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Brother John Brother John 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 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 Ding ding dong Ding ding dong 多謝多謝 多謝大家的掌聲 如果聽過的小朋友 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首歌叫做什麼名字 這首歌英文叫做 Are You Sleeping 有人又叫他做Brother John 而中文版本 粵語就有打開蚊帳 國語就有兩隻老虎 英文歌詞 即是我們剛才唱的歌詞 故事是這樣的 講有一個人叫John 他睡覺不知醒 連早上的鐘聲都響起 但是還沒起床 所以這首歌就叫他 起床 Brother John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 原來這一首來自法國的兒歌 起初 起初根本就不是這樣的意思 其他修士就唱這首歌 叫醒他 喂 你去敲鐘 剛才我們唱的英文版本 說鐘聲已經響起了 John還沒起床 快點起床 這個故事 和原本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鐘當時根本就沒有響 而是大家叫醒John 走去敲響鐘 小朋友 是不是很有趣呢 不如再跟我唱一次 Are You Stepping 這首歌 Sí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Brother John Brother John Morning birds are ringing Morning birds are ringing Ding Ding Dong Ding Ding Dong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Brother John, Brother John 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 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 Ding ding dong, ding ding dong 齊來做個小偵探 Ohayou gozaimasu 今天我們有機會可以向日本忍者大師Teliko-san 去學習怎樣做一個好的偵探 Teliko-san會帶我們去看一下他一天的工作 但是他的速度太快了 我們只可以去聽聽他去了哪裏 大家準備好未 Ikibashou Teliko-san現在在哪裏呢 你的喵喵喵聲究竟是什麼呢 原來是牛的聲音 Teliko-san去了農場幫你牛牛喔 咦!Teliko-san去了第二道啦 究竟這些是什麼聲音啊 Teliko-san又在做什麼啊 小偵探你有沒有頭緒呢 原來是救護車的聲音啊 原來是救護車的聲音啊 Teliko-san去幫忙把病人送進醫院啊 真是很有愛心啊 咦!又有訊號 我們來聽聽 這些是什麼聲音啊 小偵探究竟Teliko-san去了哪裏呢 KE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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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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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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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原來是有BeeB在那裏哭 的呂哭的呂哭 究竟是什麽聲音來的 大家覺得Teddy哥先生現在向哪裏呢 原來是豬的聲音 Teddy哥先生真是很忙碌 牛和豬都要幫忙 很厲害 這些又是什麽聲音來的 小偵探幫忙聽一下 是不是好像一種交通工具的聲音呢 原來是火車的聲音 Teddy哥先生知道火車壞了 他還幫忙維修 Teddy哥先生真是厲害 最後一個訓練 大家快聽聽 Teddy哥先生今天最後的任務是做什麽 聲音很特別 究竟是什麽呢 原來是大家的掌聲 大家都多謝Teddy哥先生的幫助 小偵探 我們都要像Teddy哥先生一樣 幫助有需要的人 謝謝 多謝多謝 Hello 又是開Facebook Live的時間 今個星期五晚 3月13號 7點到7點半 只要準時登入 家父姐姐音樂小教室的專業 我們就會一起唱歌 玩遊戲 到時還有Teddy哥哥 跟我們分享一個小秘密 是什麽 到時你就會知道 記得今個星期五晚 7點 我們在Facebook Live 準時見面 記得叫大人小朋友 一起參加 小朋友 今日課堂來到這裏 記得和爸爸媽媽分享一下 你今天學了什麽 我們下次再見 買到我們的時間 那是 Access Soong 你是說什麼 你今天要為了 我愛你 我愛你 你今天要為了 我愛你 你今天要為了 你嘅 我愛你 你今天要為了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